食物上來的話,基本上我們剛剛可以自己做設計 可是一般來講,真正在作業的時候 很可能我們都已經有等高線了 那所以有等高線的話,事實上你怎麼操作它呢? 你可能利用2D的Candle,你把等高線把它揮入進來 揮入線要把每一個等高線把它放到你想要指定的高層 當然就是用方向鍵上鍵,把它移動到你要正確的高度的部分 就有這些等高線的資料 或者你也可以用你的等高線圖把它揮入到裡面來 你在上面,在這平面的狀態下 你再去逐一的用所謂區去描繪你的等高線 後來再把它一條一條線把它擺到正確的高度的部分 那你在這個地方怎麼把它變成一個上鍋地形呢? 其實我們這個,這一組工具列只有第一個 從等高線上面告訴我怎麼操作 它原理很簡單,要怎麼選擇它們就好? 就直接操作它 那它建立起來它是本身它就會自己幫你建立成一個群組的概念 OK,好,這個資料的話,當然你可以把它做一個刪除 因爲什麼?我在這上面已經幫你做好一個地形 你可以選擇地形,你可以看到這個內容 那我們剛才操作的作業的環境是什麼? 它本身建立成一個群組,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分解掉,變成所謂的單元 你的個別面的一個訊息的部分 當然這兩個最大,其實差異性不大 只是說你在管理上一條的話,你變成群組比較方便 方便把它做一些分類而已,OK? 好,接著我們針對我們的指定上一條,在做一些複習的動作 例如說,你把你的一些線條,你它本身是一個底下吧 可是你但是上面的一些描繪出我要的馬路的形狀 OK,這形狀的位置 這些馬路的線段的這個位置,你描繪在這個地方 當然很重要的,它必須要連結在一起,不能有破掉 OK,你只要全部連結在一起,就可以利用這個工具 我們投影工具要做什麼用?做分割嘛,要把分割面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選擇它,我們剛才操作的時候 我們先選擇那兩條無線,再去做下指定,對不對? 同樣的你也可以先下指定,後來再去靠近這些邊線 OK,你看它只要說什麼?因為你剛才做的時候是整體的 所以只要讓它看到這些線條都是一曲 你不用選了,只要碰它就好 當然你也可以用第一個,我們剛才所做的方式 直接先選,OK?你也可以有先選,再下指定 那如果說你先下指定,再去接觸它的話 它必須要讓這些線條都是連結在一起 你碰它,它就會一起被你選擇到 反正這時候你把左臉把它按下去,它就被選擇了 選擇好後你要投影的位置,正常一點就在下方吧 我們只要在上方做 反正只要是它垂直方向都可以 這時候你點選這個面,它就把這些線條把它投影上來 OK,記得它的垂直方式投影上來 接著就可以利用我們的顏色 例如說這個部分我們可以開始做曲刻的東西 曲刻把它分辨出來的部分 好,然後呢,當然這些馬路啦 或者這個小小的花瓶 OK,好,可以在這邊去建立它 那當然如果說我要想剛才所說的整體這個工具的話 一樣一個操作,怎麼做呢 我們在這底下 你想要適當的平面的位置 在這地方整一個平地的話 選擇這個面 你看啊,剛才我們先選面 後來再下指令,再付給它對不對 同樣你可以先下指令 再選這個面 當然它會告訴你說你的平均是300公分 如果不是往大一點的板 它就變更 變更完你再選擇 我想要這個表面 點它 它以後展現這個效果 那你直接去做調整 OK 好,這是整體的過程 那當然如果說很多人說 那我在做的時候我根本就不用啊 我就喜歡從圖裡面找到房子 對不對 當然可以啊 利用作的這邊有個平面圖 OK,這平面的質量你可以用推壓指令 這樣平的它都可以用推壓 那從皮面圖上來講的話 直接往上提 提到什麼 它交接的位置 當然 這是一個整體的建築模型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把它切割成兩個段 怎麼做 沒反應的 對啊 交集啊 就我們剛剛所學的 把它交集就好 我要隨意把它做一個交集 你模型交集以後呢 把底下這邊就會零散掉 OK 它就是保留在上面之內 那上面這個材料 當然可以自己針對 我想要的資料來講 我們學的答覆 OK 然後就可以在這段顯示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做一些綜合運用 什麼意思 如果你有機會去拍到一些空照 這樣子我把它整個放在這上面 我們剛剛也學過了 這樣是什麼 用衣管就好 把衣管吸它直接倒進來 OK 所以我們在這台講話 它就可以很方便的 把你想要的內容 直接來畫在上面 同樣的 你要做一些設計的時候 底下就是你的影像 我的設計圖片想要畫這個 去取決上面來 還是用衣管去吸它直接倒進來 OK 所以這些工具 你只要會靈活運用 實際上我們要做一些 比較特殊的內容 實際上我們不會是太平衡 只是說出賣一點 OK 幫我擺入結會 各位